今天隨著兩岸繼續聲問我們來關注 從1989年漢光6號之後 國軍就沒有將東部的七星潭海岸納入紅色海灘 而今年國防部檢討共軍可能對台兩棲登陸的近20處海灘 重新將七星潭來給納入 而由於七星潭要臨近這空軍花蓮加山基地 今天上午的陸戰隊兩棲登陸操演成效一起直擊 台岸邊豎起紅色旗子浪花不斷排打石頭 這裡是花蓮的七星潭 不過18號清晨有多部戰車停在岸邊 而這紅色旗子其實就是陸戰隊人員所架設的界線標 位在台灣東部的七星潭由於難度高障礙多 因此一向被專家認為是高難度的共軍登陸地點 從1989年的漢光6號之後 國軍就再也沒有將七星潭納入紅色海灘 而在今年經過國防部討論之後 又重新把七星潭列入可能被共軍登陸的20處海灘 而陸戰隊也在今天上午進行了兩棲的登陸操演 時事登陸沿列模擬共軍可能的登陸路徑進行驗證 清晨5點海軍陸戰隊指揮部的先前部隊 開始在七星潭展開掀旗部署 接著地勤人員開始架設界線標 提供突擊車在登岸時的指引 另外四艘快艇也在延岸進行警戒 國防部特別再將七星潭列入紅色海灘 進行操演模擬 就是為了要避免共軍從東部登陸 而由於七星潭臨近空軍花蓮以及嘉山兩個基地 因此這次的登陸模擬操演也格外備受矚目 記者李佩璇 徐莉 請花蓮報導